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家子当街纵马 宁大人受了伤 这 情况如何 大夫看过了吗 被指特地等到大夫看过才来的 他伤得很重 但不致命 只是宁大人嫌药苦不喝 他不吃药 是想让我亲自喂你吗 宁郎 挺君一句话就把宁郎逗得面红耳赤 挺君看得更是欢喜 总归是真叫他下车才有此一遭 走吧 去看看 哪能怪到陛下头上 都是那于家子当街纵马飞扬跋扈 不过陛下去看望宁大人 想必宁大人欣然欢喜 一高兴就把药喝了 我不喝 大人 您这腰侧撞得如此严重 没听大夫说嘛 您身子骨差 气血不通 调理的药是一定得吃的 来 喝一口吧 不 给大人放了蜂蜜的 好吧 大人 怎么了 西兰 那边那个端着丸的老婆婆是来接我的吗 大人 哪有老婆婆 就是 桥上那个 进江文学城 马护子军援助 漫播APP 写手 木克工作室联合出品 九号小街工作室制作 广播剧 陈豪柔弱啊 第十二集 还是赶紧睡了吧 青春 怎么回事 听你管事说你受伤了 我叫了几个朋友 还说来找你出去玩了 小管事 你们玩什么 我们一起浪啊 小圈 你在说什么危险的话呢 浪啊 就是泛舟 不是你教他 你 就 怎么会 现在你受伤了 也浪不了了 你伤哪儿了 怎么伤呢 我看看 腰上 伪装的 我看看 别了吧 我就穿了一件单衣 腰上还付着腰衣不遮体的 你竟然也不惯没我斗死了 就看一眼嘛 陛下 好好盖着被子啊 宁大人 别着凉了 别着凉了 怎么办呢 陛下看起来好像要治我的罪 游婷怎么来了 臣 臣参见陛下 不必多礼 也算常碰见 十一 你不是替我去请假的吗 你们这个朝代 请假是直接怼在领导脸上的吗 伙伴是您放心 已经通知到陛下 你朝我点个毛的头啊 你从御前景一位 变成了前景一位 一点都没有反省过吗 那个 臣参见陛下 免礼把被子盖好 哦 陛下 您怎么来了 听说宁卿重伤还不吃药 朕来见识见识 看宁卿是如何自愈的 十一 你真棒 啊 是 先不吃 等会儿还是要吃的 哦 真好 现在该吃了 来人 去把药热上 是 陛下 怎么一副 誓死如归的表情啊 我没有 陛下 大人 药热好了 还有蜜剑 嗯 你出去吧 是 那臣 说完了 不 不 我好像 看到了红花 像桥梨水 和老婆婆 我哪算 我没有 怎么 朕亲手给宁卿端着 宁卿也不喝 我这 哎呦 宁大人在心里谢谢陛下呢 我是谢谢你们一打架子 喝不喝 喝的 好苦啊 陛下 一口气喝完 不然更苦 喝吧 喝吧 喝完了 喝完了 宁大人 蜜剑 你 都救了 怎么撞到的 马跑来 不知道躲 哦 陈 就是躲的时候 撞到推车了 哦 我想起来了 陛下 是瑜伽 嗯 宁卿觉得 该当如何 自然是 一发之国 哦 哎呦 好 宁卿好好喝药 朕回去了 哦 那臣 那臣 恭送陛下 臣 臣 恭送陛下 嗯 小权 你怎么 像这 安春一样 缩着 陛下 他逗我 今天阳光真好啊 哼 躺了这么几天 感觉身上骨头都酸了 卧床养伤就是如此的 哎 严叔 心灯又没咋样了 小的去打探了 陛下回去的第二天 就有人在早朝上参了于家子 当街纵马 惊扰百姓 于家掌管东城兵马司独职 圣上当即利色令锦衣卫落实查拜 这几天 您没去上朝 残门府就在东城兵马司附近 这会儿私底下 已经有人知道这么回事了 估计 很快就要上门了 我都这样了 还得见人 严叔 给我拿些茶点画本过来 都背着呢 好 你下去吧 让我自己待会儿 是 大人 渔府老爷上门求见 哎呀 渔府的都给我打发走 激烈的可以放进来 大人 一鱼鱼 壮临的那个 啊 哼 喊你了 是 来得那么快 根据十一之前所说 大城的五城兵马司 都是由先帝嫔妃的父兄 族人认知 到处都是关系户 一群独二代 丽无婷这个举动 应该是想借此彻底拔出这些前朝余孽 大人 宁大人 老朽带着不孝子来赔罪了 宁大人 这是我那不孝子于条 于条 还不快行礼 宁大人 哎哟 哎呀 哎呀 哦 哦 哦 你们还不快把东西拿过来 是 小子无状 冲撞了大人 还请宁大人 看在老朽的面上 同陛下 求个情 元了 拿把手 啊 是 于大人严重 不像 令狼 惊扰的是百姓 怎么来找我 同陛下求情呢 爹 何必这么低声下气的 本来也不是我装的 与其来求他 还不如去找其他几家 住口 哎呀 看来 于大人门道还多啊 我抱不上网了 元了 送客 二位 我们大人累了 慢走不送 你 我们走 大人 那这 没事 你来把东西收好 我呢 继续谈会 哦 是 哎呀 这下可以清静一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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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嗯 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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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干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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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看到故事关键呢 大人 此人在你墙头鬼鬼祟祟 谁鬼鬼祟祟呢 哎呀 放下放下算了 他不过是走过你来世的路吧了 你这护卫是怎么回事 好大的胆子 敢随手乱扔朝廷命官 谁让你怕我墙头 好好的大门不走 你去来暗杀我打 好歹 我忘了 我是想看看陛下今天来没来 他来我就走 没来 哦 哎 你要好了吗 哎 多久会以前当职啊 嗯 你没事在家就看这种画本啊 怎么 你爹又犯事了 没有 我是替你忧心 方才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跟我说 余家子连同五城兵马寺那几个世家子 想着要踩你下去 所以我立刻就来通知你了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你有那么多朋友啊 这是重点吗 嗯 怎么才 今年科举 几家都有子弟过了会试 他们说 只要能在电视上得圣上青眼 之后有的是办法 打压你这先帝旧臣 这群二货 估计还不知道我就是他们的考官 更不知道 他们新成立的联盟 即将迎来幸运恩选一 既然李吴廷要做这件事 那我就帮他做得大点 哎 你怎么不说话 十一这个墙头草 以他热衷天游家做的习惯 这话传到李吴廷那边 肯定会变成几个世家联合起来准备扳倒 正好上山也要 好 好什么 好让你挂老还乡啊 哎呀 你好吵 说呀 又不说 你说给我听 你别管 我得好好记下来 回去汇报 陛下 人情况如何了 基本恢复了 嗯 还有别的事 是 瑜伽父子来过 被宁大人骑走了 嗯 然后耿神郎翻墙进来 见陛下不在 大喜 嗯 随后谈及五成兵马私下的几个世家 谈什么了 听闻 几家准备联合起来 扳倒宁大人 他听了是什么反应 宁大人甚为满意 说 好 好什么 好 够了还乡 这 朕倒不知 命情是这么想的 德玄 是 招人进宫 小公公 这是去养心殿的路啊 回大人 陛下就是这么吩咐的 哦 那个 陛下召我进宫 是有什么急事吗 这 奴才不知 那陛下心情如何 呃 是笑着的 笑着的 明白了 哎 哎 留着当值的手指 原来是冷笑的笑吗 嗯 朕没什么好事 宁清的好事倒不少 好什么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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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劲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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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像是被人捏住了后劲的皮 然后 滴溜到他面前 嗯 宁清是对育前的职务不满 还是觉得朕苛扣了你的赏赐 没有 陈每天都赚得盆满不满 哎呦 是吗 可朕听说宁清已经开始另谋出路了 啊 不是准备卷起盆拨 告老还乡了 啊 十一 我让你添油加醋不是让你造谣的 陈没有 哦 陈是说 把百家凡一起收拾了也好 哦 那告老还乡的是 耿侍郎 朕以为 如耿侍郎那般翻墙越瓦地找你 你二人应当情义匪浅才是 哎 那是他个人的爱好 糟了 这就好了 大晚上还把病态中的我叫来 就为了这个 陛下 那奴才去传膳 您处理完正事到现在 还没用膳呢 传吧 是 陛下 怎么还没用膳 肯定是辛苦了 都这个点了 大家都是要吃饭的 比如 陈也还没有用膳 行吗 留下用完膳在所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 那 陈坐旁边这个位置是什么 对面吧 朕胖爱着轻大展拳脚 哦 陈一定不负胜望 吃吧 这个鸡肉好好吃 这个鱼也不错 天家饭 香香 吃好了 特别好 同宁卿吃过的百家饭比呢 这话题没完了是吗 百家饭哪有预算好吃啊 那既然用完膳了 陛下 臣就先回去了 哦 确实 朕正好走走 哦 哦 再过几日就是面试 宁卿腰伤如何了 好的差不多了 说起来这面试的目的 并不是真的为了考核 李吴廷把烂摊子丢过来 但好像也没告诉我 该从哪方面入手啊 宁卿 谢陛下唠唠 陈一时走神了 没看到这个台阶 那个 我 你别乱动 哦 刘亭的手 站稳了 陛下松开 臣就站稳了 但是你再这么继续 搂着我的腰 可就说不准了 谢陛下 看来百家饭 不长肉啊 嗯 什么 在想什么 路都不看 哦 臣在想面试的事 以前 没做过这个 凡事都有第一次 陛下 你也不是生来就会捧磁 哦 陛下说的是 朕既然交给你 你就自己发挥 当然 也别让朕失望 哦 要我自己发挥 那动静可就大了 嗯 臣一定为陛下 选出颗读苗 今天天气真好啊 嗯 喂 喂 嗯 我靠 小犬 陛下不在吧 哼 我才刚起床 你别太荒谬 哎呀 之前撞上的几次 实在是后劲太足 哎 你怎么没去早朝啊 嘿 今日我休末 找你一起出去转转 哦 那你等我换身衣服 我还有事要交代 来来来 瞧一瞧啊 身手编制的篮子 嗯 还真热了 哎 你那蟒子护卫呢 怎么没跟着你了 打发去晨曦排烧饼了 你什么时候爱吃晨曦的烧饼 重点又不是烧饼 那是什么 是打发 哦 哎 说到晨曦啊 晨曦有一件十四味的很不错 我们中午去那吃 这种问题还用问吗 在哪 让我看看 你在这能看到的屁 哦 你昨天去哪鬼混了 哦 你是我的脖子 我昨晚去宫里 你 你宫 我宫宫 你 骂谁宫宫 我就是吃了顿饭 有点过敏 养得很就抓了抓了 你说话别这么可怕 你思想好复杂 分明是你说的暧昧不轻 走了 不是要去晨曦吗 哦 龚犬这是魔证 我跟李吴亭怎么 本来就是懒着腰 人家可一动没动 我自己倒是吓得乱动 才让他的手 哎 你怎么脸红啊 我们可是均均沉沉 正经得很啊 都是你 你的思想好脏 啊 哎 没办法了 这一顿 对你请了 哦 星天阳高照 诸位早上好 听一听回报 没事暂退潮 哭不哭鲜少 礼不或是好 大理子的暗子 一身乱糟糟 从来出来 去出去哪里好 楼里揣河桃 心里揣河桃 像我水晶宝 旧喜上眉梢 一阵风把往事忘掉 说来也敲 每次我醉倒 别瞎他 像救命稻草 沙满缠绕 马车摇啊摇 哎呀呀 总说我胡闹 啊 微笑心是藏 琴弦是挂在行 心肉是若脸笑 来大树我最擅长 护士官常常 那些跳跳惶惶 不如就做个最特别的庄 原谅 爱情定有迷茫 被谁闭入文章 可是其他眼神对我有点不一样 是哪里不一样 今天就别去想 沉月色到头梦想 心水流畅 沉月色到头梦想 刚好 说来也巧 他想遇不着 夜下却像吃醋撒娇 天气真好 马车摇啊摇 哎呀呀 城市真纷扰 天青又凄浪 把天资作朝堂 无论要经历多少不惧云归的风浪 来一个我当 来两个你当 携手悠悠岁月又无限向往 啊深情又起床 啊不必做朝堂 百岁无有就别将烦恼释放 心上有你在身旁 满星满夜风光 留住人间好时光 不负春光 哎呀你听书下多少音乐 化作绕枝绕场 迎去雪几江山 听众诚如翻唱 请风许来只愿你呀安然无恙 啊天青又起床 啊天资作朝堂 无论要经历多少不惧云归的风浪 来一个我当 来两个你当 携手悠悠岁月又无限向往 啊深来无时忙 啊仿佛梦一场 百岁无有就别将烦恼释放 心上有你在身旁 那一时都无妨 穿梭人间好时光 不负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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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负春光